各位朋友大家好 关于Miller演唱会事故 十分抱歉,说一声对不起 大概是因为香港01的报道 有些误导,当我看清楚时发觉问题的出现 就是倒转了屏幕两个位置的解释 所以在这里就要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让我重新去简单解释 事发的内容是怎样一回事 那件事应该首先就是 这条纲纜 这个位置这边是拉断了 断了纲纜 于是乎 屏幕这边是旋转下聚 有扭力 好,当它下聚到一定的角度的时候 就将这一边 那条纲纜的接驳 螺丝位 拔松了 于是乎就整个跌下来 这个位 撞到MOD 因为扭了已经转到90度 屏幕的边是撞到受伤者 然后他躺下的时候 就扎到另一位 舞蹈员 情形就是这样 这张照片应该是事发之后第二天 杨用红就带了一群人来 现场视察 这个情况 所以杨用红一直说 有条线 断了 这是一个 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 当然 这个错误 是 对调了位置 而产生的 所以杨用红 他如果这样说 那条线断了 就应该是正确的 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事件倒转了 可能引申的问题是更加严重 就是为什么 这条线断了 而这条线断的时候 不是线断 竟然是罗斯松脱 这就 救不了一命了 没有断到线断 反而是罗斯松脱 当然了 如果始终要跌的话 是什么原因 那 为什么 两条挂住的时候 一条可以断威 令那条不是断威 而是罗斯松脱 这个解释就致命了 这些是 不可原谅的错误 导致意外发生 对应这个情况 这样去解释 就用这些截图 当这边的 线断 断了 看不到线断 就看到数据线 数据线 拉着 旋转下距 跌下来 即是开始旋转 这就是 开始那一刻 所以这边 是清楚还是吊实的 但是这里 食住的力 就是扭力 即是这里的位置 要食住扭力 要捱这个扭力 OK 好 第二 OK 当 当这个 算得差不多 这个扭力 很明显 就已经是拉 鬆了 那条威亚的螺丝 就已经有一个 所谓的垂直距离 就已经跌了下来 这个情形就是这样 而Denser就开始 走向 如果他不是向这个方向走的话 其实就击不中他 当然这个时间是电光火石 在0.5秒之内发生了 所以 当这个屏幕 转了90度 而重力发生 坠下来的时候 OK 所以屏幕 就不是底 击中那个Denser 而是一边 击中他 好了 这里你见到 就是那条已经是 拉住的Data Line 很可能是两条来的 因为这个位置重叠了 不敢肯定 不敢肯定 然后屏幕 跌下来之后 另一个武者 想买扶 OK 然后呢 当他想买扶的时候 他就躺下来 击中了 要记住的就是 他说 一条的钢筋 是断了 而一条 的螺丝帽是松脱 OK 扭了90度之后 撞下来 然后屏幕就躺下 如果这里是扶实 受击中的伤者 不需要 捱 第二次撞击的伤 OK 所以就不用拖 注意处理的情况 怎样看到 螺丝没有松脱呢 就在这张照片里看到了 OK 整条 整条江南 是松脱 而松脱的位置 最重要的 你会看到 这个所谓吊挂装士 里面的 LUX和CAP 即是环 和夹线那个 然后呢 因为夹线的那条线是 弄了一个圈 圈着 那个LUX的环 这里是没有 按标准做 没有事的 但是看到整条螺丝是黏着的 这个情形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看到 分享地的那个屏幕的情况 即是一个高清放大 拿了一张照片 是香港人一造的 OK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完整的 所谓吊挂装置的位置 OK 就是用三个夹线夹着那条线 然后就穿了进去 那个LUX的环里面 然后这里上螺丝 上实 OK 当然关键的就是这个螺丝是怎样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尸杆 尸杆 放在这里 不是整个LUX上实 这个问题的关键 整个意外的关键就不在于断 那条纲 而是在于 断了纲纹之后 另外那个 这个力是承受不了 而承受不了 竟然是脱了 螺丝 通常我们钓鱼 我们就常想着那些东西 硬不硬的力 但其实通常那些东西 一定是硬到那些力 所以断纜 这是罕有的事件 OK 整条纜拉断 而问题就是很多时候这些配件 里面会不会 就是多一粒罗丝多粒钩 其实是多一个风险 就是多一个风险 每一个配件 可能有松 掉 爆 相不硬 酷不紧 但这次酷不紧 竟然是这条线 跟一粒罗丝 就等于你装冷气 要放四粒拉扒 拉爆螺丝安装个架 不是架掛着冷气出事 是四粒拉爆螺丝出事 这情况就很离谱了 所以将它条条拼放大给大家看 这三个 三个我们叫CAP或GIPPS 夹着那条钢丝 夹着那条钢丝 你会挂在LUX环上 做的时候 就是你将那条钢蓝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然后就逐粒逐粒上 按标准地上 就在铁架上 问题就是 这个配备 如果这颗螺丝松 就松了 下面那个C帽 很明显 这次用的配件 就像这类型 这一个LUX的环 一条长的C杆 它怎样去扣实 VDU的显示屏幕 那个短铁 有透过螺丝帽 这是出事的关键 即是说 如果不是扭力 即扭力竟然可以造成 这一条松脱 这就是所谓工程上的 低级错 为什么在这些配件上出事 就等于你装冷器机的架 去找 但是竟然这四粒拉包螺丝 是有问题的 OK 怎样可以这样发生 竟然是否找到 康民署 发出这些performance arts 即是这些表演 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发给有关承办表演节目的 OK Pattis Pattis Use of sceneryhandling hardware 即是用吊挂装置 OK 比如刚才说的 那三个caps 怎样去夹着 那条纲纜 其中有个怀疑 为什么它不剪尾 整条条条线错在这里 哪些可以哪些不行 这个标准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标准就是 就是说如果要用那个吊挂 如果是不移动的 8比1 如果是移动的 firing的 就10比1 那就是说 一般情况 这些东西的吊重 是不会断 那条纲纜 是绝对不应该断的 OK 因为这个是10比1比例 的设计 那你如果500kg 那就是说 每一边可以承受的力 是250kg 就是 2500Nf 那怎样可以 就是这么大力 如果是2500Nf OK 还要乘10 就是25000Nf 那你哪些运动可以做到有25000Nf 没可能 是不是 为什么会出事 就是说 第一 为什么整条螺丝会松脱 OK 所以就不是这些 Ctp factor发生有事 但是无论如何 OK 你要追问 为什么钢蓝手先断 OK 通常就是 用这些 Ringe 所谓 搞机 吊挂搞机 Ringe 是不是 比如这个放大图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 假 头尾是装两个 Ringe OK 那就是用来做屏幕的 升降 而那个Data Live 就有长度 所以虽然它跌下来 吊着是没有断 因为有足够的长度 但是钢蓝那里为什么会这样出事 整件事件的基本的疑问 就是在发生了 如果是10比1 为什么钢蓝会断 还有 10比1 当 断了一条 另外那条是选择 不是钢蓝断 竟然间是螺丝没有掉 为什么那条是螺丝没有掉 第一个是没有螺丝没有掉 是断蓝 竟然间 加了重力之后 是螺丝没有掉 这就是整件事件的重要意念 之前的有些解释 有错误 我们10段时间 慢慢向大家修正 这里十分抱怯 在那边是解释错了 多谢大家